製作人王伟中出席记者会 谈到一首捧红的大小S 回顾当年对于大S跟剧俊叶谈恋爱 似乎只看不问 但大S当时累撒节目摄影棚王伟中这样说 夸赞大S侠女风格不预测未来都创作未来 王伟中也说以他的想法会觉得孩子的事情应该好好处理 虽然不认识剧俊叶 但之后会不会一起吃个饭 王伟中只说再看吧 毕竟现在距离出关日越来越近 大S的先生距禁夜9号从韩国飞来台湾 入住这间防疫旅馆 他准备在20号就要解除隔离出关 接下来他要到哪里进行自主健康管理呢 目前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是入住其他间旅馆 第二个则是要前往距离这里短短两公里远的大S家 欧巴动向大家期待自从昏讯曝光各种消息满天飞 甚至有人指称徐妈妈进门怒吼 阻止两人在台登记以死相逼 大S也透过经纪人发声 经纪人表示对于一连串爆料很无奈 并没有报道中的跑进防疫酒店开会 卖房子以死相逼 呼吁大家冷静点不要再以而传而 知道大家都有报道压力 但是这样当编剧真的太夸张 通通不是事实 妹妹小S也连忙澄清没有做便当 姐姐跟姐夫接下来会不会公开合体露面 一举一动受到关注 TVBS新闻情问 红旭云庭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